一箱箱搶收來的葉菜類 趕快往農會集貨廠送 因為南部一陣大雨 讓菜農們開始動起來 昨天也是一直說 一定會爛掉 就是能採多少算多少 因為下大雨有的葉菜類怕爛 放不久需要趕快採收 就怕影響到產量 而這菜價又得再漲了 南部一來捨破大雨 農地得到解渴了 但如果這雨又再下下來 農民跟菜飯們可就搶著帶 這都不一定會 不然人家想說要去多少 這菜比較起碼 去到三四塊 傳統市場批發架 葉菜類大雨過後約長了一成 其中以空心菜 小排菜 還有青江菜等 因為葉菜打過水 不能久放 價格漲個幾塊錢 而菜市場的婆媽們 還能接受 道士豬肉已經漲了一兩個月了 攤販也快動不掉 在十塊錢以下下本錢一塊都要二十塊 差不多 豬肉價格高漲 民眾減少購買量 豬肉攤生意差 但還好最近短午節要到了 生意稍微好轉 但原物料持續上漲 就怕大雨又來攪局 衝擊蔬果產量 到時連刮果蔬菜跟著調掌 就實在吃不消了 TVBS新聞 愛超賢物中心流旋 高雄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